Layon 了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Hella對上Viper 這場是特殊表演賽文 這場比賽會打五場BO比賽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次的比賽 Hella是選擇了維晶人 這次她選擇維晶人 可能是想要表演一下文明的新特性 維晶人這次的改版 最大的特色就是她改了很多步兵單位的能力 尤其是她的寶兵 寶兵的部分是維晶狂戰士 維晶狂戰士的話 酋長現在研發好之後 一樣對騎兵會有外傷害 而且對用的步兵 擊殺對方村民的時候 可以 不得五黃金 打倒僧侶的時候是20黃金 貿易車隊的話也是20黃金 單挑來說是不會有貿易車隊的 所以這個能力實際上只能用到村民跟僧侶上 實際用起來的效果其實沒有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能力應該改成天聖技來說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畢竟你點下了球長之前也有可能用步兵擊殺對手單位 但也是比較偏少一點 因為大部分時候 這個維晶人還是會用自己的騎兵或是攻兵 可以做一個打中期的騷擾時間 比較有可能會打到村民 那打到帝王時代之後才有可能會用步兵 去跟對方做一個資源交換或是騷擾動作 所以維晶人這個能力我覺得其實蠻基注的 再來就是他的金冠這次有改版 名稱一樣是維晶狂戰士幫 那他這個能力現在變成維晶戰船 攻擊力加1 那奴兵的部分攻擊也是加1 所以傷害這個遊戲中 步兵攻擊力最高就是維晶人 這個能力其實在其他的比賽來說 好像沒有那麼亮眼的感覺 因為維晶人畢竟還是步兵文明 帝王時代打步兵的情況上還是偏多的 那攻兵路線還算是輔助的感覺 因為維晶人沒有五指環 所以打到後期 這個攻兵稍微還是有點弱的feel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TC 每個TC都會給100弱 那以前是150弱開局 但現在改成這樣子少50弱 其實開局來說就會有差了 那這個效果呢 起始到城堡時代算是一個小小的補強吧 雖然黑暗時代爛雷一點 或在其他海圖 沒有辦法發揮他 可以即時上 攻擊時代的快速打法 但立陶宛人這樣改動啊 算是比較城堡時代平衡一點 那立陶宛人的話最大特色是這個 騎兵單位列提斯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禦力 進行無視傷害的攻擊 那立陶宛這個單位 還要需要靠接這個聖物的一個補充傷害 每間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 騎士跟列提斯 傷害都會多加1 最多可以加4 所以立陶宛 VIPER這邊應該是要趕快 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去搶聖物 是一個核心的重點 好 那這樣由於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其實兩邊地圖都看起來差不多 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的感覺 那這邊HELLA的果子比較前面 比較危險 那野精的話 這個主精的話也是偏外側 那MIPER的話比較糟糕一點 這個主精在正面的部分 那果子在後面 程型應該是會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那到城堡時代要避免 然後被HELLA直接控制 然後壓城堡 在一個危險的程度 這個要特別注意 不然這個主精被控制 立陶宛就不用玩了 好 那由於這次我們的影片 會一次連播五集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些地方 會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 維金人 HELLA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打的是雙棒棒 那雙棒棒的話 就不會去點裝甲了 那血量 看維金人血量是48滴血 會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 我維金人就是要打布兵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來吧很標準的點下了自己的伐木技術 那一級農 待會有木頭之後 應該也會先點 應該也不會這麼早點喔 因為會先把這些羊給吃完 回去灑田 所以現在 這個一級農 是不會這麼優先點下的 好 毛病小打小鬧 好 一級農我們點了 這個先點 因為他要開始灑田了 那這個點一級農 有個小小細節 你只要先點下一級農田之後 再補下農田的話 這個農田一定是可以吃到這個 一級農的加成 所以你也不用去說 這個科技哪時候要好 才可以吃到這個一級農的加成 其實不用 你只要點下一級農之後 灑的新田 全部都吃得到 這個算是一個新手們會 會常常發問的一個問題 那圍巾這邊是很標準的 打出了這些工兵 無焰圍巾這個文明 是全遊戲裡面 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一開始就用免費輪軸技術 這就意味著 不用耗費這個時間 去研發這個科技 也不用支援 那不用研發的一個好處就是 你村民可以多出幾隻 而且就算你村民數量跟對方一樣 你還有輪軸技術的一個優先 所以經濟上 已經是會比對方 經濟上好很多 那立陶安這邊的話 要盡可能去防守 不要被在對手打到經濟 因為對手的經濟已經很好了 然後自己又守不住的話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哇 這邊直接被偷了一村嗎 沒有 哇 兩邊守得很極限 三隻工兵差點擊倒 那這邊 一隻刺頭過來 直接被常常的兵給戳死 這邊工兵想要盡可能 去把常常的兵給解決掉 那這邊可能會 囤一個兩隻肉馬 直接去硬砍 後面的長槍兵喔 這邊穿很不拉 原因是因為 毛兵傷害基本很低喔 很難圍得死 好 這邊決定要來關本獸打法 直接把這個 毛兵關在這裡 那後面收到一隻工兵 那這一波其實就差不多這樣子了 兩隻長槍兵過來 也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因為工兵已經還在做追擊動作 那上方毛兵也只剩一點點 VIPER這邊有可能是想要趕快 直接上城堡時代 兵不想出太多 這邊居然把木牆給點掉了 有人可能是覺得對方有工兵存在 所以其實不太好防守 不如直接滴掉 待會要逃跑也比較快速一點 好 這邊經濟調配一下 直接把吃果子的村民 拉過來挖礦 這邊黃金太慢挖了 就沒辦法上到城堡時代 不然這邊就是要去蓋個市集做買賣 但現在木頭也不夠 這個時候維京人已經上到城堡時代了 反正是我們全遊戲一面 經濟最好的文明 這邊工兵稍微秀一下操作 毛兵繼續拉打 石頭送掉 手繼續追擊 VIPER這邊要再拉一些長槍兵過來 但是長槍兵會被對方弓箭射 所以這邊只能做個拉打 這邊VIPER要盡可能拖時間 維京這邊待會要先趕快去蓄這個工兵數量 這個時期千萬不要跟對方打起來比較好 因為只要一打起來 很有可能就會自己送掉很多的這個 奴兵的這個數量 那待會身上奴兵之後就會比較消入這個能力了 VIPER這邊遇到刺猴 只能被壓著打 但最後還是收掉了所有的刺猴 這邊要等奴兵好 二級射點一下 這邊二級射稍微差一點 這邊再控兵沒時間 二級射補下 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 應該趕快繼續往上走 VIPER這邊是盡可能想要去阻止對手 侵擾到家裡 因為這邊會直接斷金 果然啊 這個金晃在前面實在太痛苦了 好上方村民直接拉走 稍微圍一下 但是對方有騎士出來 秀刀院可能趕快補 秀刀院要補哪裡啊 這邊只用村民扁騎士 這是什麼畫面 呵呵 VIPER的村民跟我的村民怎麼感覺長得不太一樣 好 VIPER再繼續用村民繼續扁 哇 這個金實在太難受了 後面這一坨 弓兵也解不掉 非常難受 現在要全力的兵六 去阻止對手 現在來騷擾 這裡補下秀刀院了 秀刀院補下 但是沒有挖石頭也不能蓋城堡 前面這邊可能要補個TC會好一點喔 不然這邊挖礦村民一直被打 好 炸毛兵可能趕快要去貨房解決掉 不然這些農艇一直被侵擾 現在VIPER這邊經濟相當弱厚 好 秀刀院出來 還好立陶宛的這個 秀刀院有這個20%的團隊加成的工作效率 所以招搶對方生侶的 生侶應該是不會太死 然後這邊怎麼送光了 完蛋 哇 VIPER直接送光自己出口單位 生侶再出來 這邊能招鬥嗎 沒辦法 那這邊後面終於把弓兵給收完了 好 VIPER這邊底下長王變三級 前線這邊血流成河 VIPER被抓了七村喔 經濟非常落後 已經落後了十三村 那這邊HERA突然轉出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難道是要來打裝甲卵甲的這個圍巾 步兵嗎 這邊招到兩隻騎士 還可以接受 喔 三隻騎士喔 哇 招了這麼多隻 秀刀院這邊慢慢的把自己的 烈士給打了回來的感覺 好 森林趕快往前繼續撿生物喔 這邊趕快至少撿到兩個生物 才會變成正常的三公騎士 好 那VIPER沒有開下TC 他可能覺得自己已經輸了 要趕快去給對手壓力喔 對手可能已經開弄了 這時候千萬不能跟對方醒喔 也要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喔 那這邊在中間的位置 看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那有可能會先按一台沖車喔 然後再出一台投石車 然後來做這個進攻的動作 那為什麼是沖車原因是因為 結果是出弩炮 因為這邊的建築物太多了 投石車在這邊其實不好發揮喔 用沖車後來解除 加這邊喔 還可以拆個兇刀院 其實還可以 這邊弩炮出來 確定是要來打什麼 因為這邊弓兵其實是可以用毛兵解決的 好 果然還沖車了 但是後面結果出了一堆長劍兵出來防守 VIPER這邊直接遇到對手長劍兵的打擊 這邊直接一個雙線進攻 可以啦 維京人的長劍兵效果其實很好 這邊還是達到了一些傷害喔 老頭全部死光 這樣算是VIPER很虧阿 因為老頭死了這樣就400斤喔 那他這邊這一坨死的就是食物比較多 黃金只有少量一點點 所以現在黑下的黃金是會點爆的 好 點一下靈甲 這邊靈甲沒有點 所以被這個戰毛兵打還是有點傷害 好 軟甲技術已經點下了 那就還好 好 沖車果然開始在頂 那拆沖車的好處是把這邊的建築物拆光 待會防守或是進攻都比較方便一點 這邊可能還是想要去拆修道院 把裡面的生物給打出來 直接去奪取對手的一個生物 一個路線 好 長劍兵要點下二防囉 二防點下之後正面VIPER可能會打不贏 因為每一隻的長劍兵血量都高達72滴血 正面有點扛不太住 因為自己並沒有出太多的弓兵 甚至連生乳兵都沒有 只有戰毛兵的話是完全擋不住這些長劍兵了 哇 雖然修道院爆了 生物噴出來 但是沒有足夠的機會 去獲得這個生物了 好 正面開始慢慢打不贏 VIPER這邊要想辦法去反擊嗎 還是要被長劍兵反打一波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長劍兵防禦是4啊 哇 VIPER這邊打出了GG 因為他這邊打不進去 對手都3TC開農 經濟直接起飛了 而且還有手推車 經濟各方面完全是遠超於VIPER的 這波打得是非常漂亮 但我覺得最更多的是因為 VIPER的驚恐實在是太爛了 所以這邊被塗到太多村民了 其實到這個時間點 VIPER就已經有點半放棄的感覺 因為上時代又輸HEYLA 所以導致後面就會一團亂了 好 那這邊進攻速度其實也不夠快 這邊HEYLA轉出一些修道院的生流 稍微抵擋了一下對手 VIPER這邊進攻的攻勢 所以導致VIPER這邊是沒辦法第一時間殺進去了 如果能第一時間殺進去 推掉一個TC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但是由於這邊見主血其實擋得還不錯 所以造成這邊撤退或是進攻路線 有受到一點阻礙 所以一定要出一個衝撤 慢慢先拆一下外圍的建築物 然後再燒到TC 那也是HEYLA這邊建築血 其實打得還不錯 好 那我們就不看經濟了 我們就恭喜HEYLA拿到第一場的遊戲比賽勝利 好的 那剛剛是由HEYLA拿到第一場遊戲比賽勝利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場比賽 VIPER就是選了孟佳人 那表演算第二場比賽拿出孟佳人 我覺得蠻微妙的 因為孟佳人這個文明呢 在單挑的阿拉伯來說 並不是特別強勢的一個文明 那我覺得他的玩法還是會比較偏向於 相公打法會比較G多一點 而且為什麼他不適合單挑 是因為 城堡時代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會出這個騎士 去來給對手壓力的 但孟佳人是沒有騎士可以打的 那如果他真的要打騎士的話 只能選擇戰車這個單位 那個戰車的話雖然不用露 只要木頭60黃金跟60木頭 就可以製造一隻戰車出來 但是問題是需要有城堡 才會有所謂的騎士可以使用 而且孟佳人的戰車單位 移動速度還慢了一點 那這個戰車單位是可以 一開始是馬弓的模式的 形態的出現 那之後按B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近戰單位 就是可以雙切 很特殊的一個單位 那我覺得孟佳人這個戰車單位非常強大 雖然在很多時候是沒辦法使用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IPER這場會不會使用吧 那孟佳人的一個介紹 就大致上這樣子 那他的文明呢 是有這個修道院裡面的聲率 有雙方的一個效果 所以對方攻兵跟毛兵的時候 其實蠻能坦的 對方長長兵也不太容易搓死聲率的一個文明 所以孟佳人到後期喔 大多次是打一個相公配生女的一個戰術 好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對手 對手Hera選擇了硬家 硬家這次改版大幅強化 那由VIPER評價他的這個等級 是A10級阿拉伯的一個文明 那我不確定為什麼是這樣平 但我覺得啦 他這樣平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嘿 VIPER很會農喔 因為 硬家這文明喔 基本上沒什麼經濟加成 他只有像哥德爾一樣的食物減免效果 那你需要吃到這個折扣 你需要有成本 你沒有成本 代表你沒有經濟喔 你沒有經濟的話 就吃不到這個折扣了 那剛好VIPER是很會農的文明喔 所以VIPER把這個硬家 評比為A10級文明喔 我覺得是情有可言 對他來說 確實是A10級喔 但對我來說可能只是個 A級文明或B級文明而已 因為我不太會農 跟MIPER比起來的話我算不太會農 但是跟我同分段的人比起來的話 我是超級會農的那種 我農到完全不出兵然後被打爆 那我覺得MIPER他這樣評比 我覺得是有他的理由在的 因為有些觀眾一定覺得說 亂講硬家這樣改版是A10級 對不對 沒有真的啦 硬家真的是A10級阿 但我覺得對HERA來說可能就是A級文明了吧 因為他本身HERA是不太喜歡農的 喜歡一直打強軍事喔 但硬家來說的話 在南美洲文明裡面 算是很強軍事的一個文明了 怎麼會這樣說是因為他這個文明喔 是可以Counter其他兩家的 這個南美洲文明的喔 像是 下次瑪雅人的話 他會打這個黃金國老鷹嘛 配上這個 自己的羽毛劍射手 那硬家可以出強弩喔 還有投石手去Counter對手 羽毛劍射手很怕強弩 而且 硬家的這個還有植物盾的效果 老鷹也是非常坦 所以硬家來說本身 並不是一個非常弱的文明喔 他只是經濟爛了一點喔 所以有時候會比不太上 瑪雅或是阿斯特克這兩個文明 畢竟瑪雅跟阿斯特克的文明 經濟都非常的不錯的喔 那我覺得這次的 食物軍事單位的消耗減免喔 讓硬家人 不管出老鷹啊 或是投石手 還有這個 劍兵勇士喔 之類的單位還有槍隊長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小小buff喔 所以他在前期的食物的 需求量並沒有這麼高 那 我雖然覺得有點算是大幅強盜 他城堡老鷹爆的一個打法 雖然這次老鷹的價格有上漲喔 從20食物變成25食物喔 多了5食物出人 那硬家這個軍事單位的食物減免效果 讓他大幅增加了這個能力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硬家會怎麼打吧 那一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喔 因為是表演賽的關係 其實我想要盡可能喔 把這個五場比賽融縮成一個影片喔 因為我發現用正常速度播完喔 可能會變成一個小時多 甚至兩個小時多喔 可能會變成上下級 因為影片太長 其實對演算法來說 並不太友善 所以我們這場一樣用二倍速來看喔 比較關鍵的地方 我們再用正常速度來看 這邊直接下了射箭場 硬家要打射箭場開局 而不是棒棒開了 這邊是赤頭 因為我知道 我每次話沒有講完 大家都會誤解我的意思喔 然後說 當然是射箭場 看來不然會有馬舅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啊 只是他沒有打棒棒 沒有打棒棒 然後再雙軍營打老鷹的話 那就是下射箭場 硬家南美洲文明還是有其他選擇喔 並不是只有射箭場跟軍營 這兩種單純打法 也有雙軍營打法的 只是比較少見的 那射箭場開局還是比較正常一點 好 那兩隻老鷹走出來 並沒有先往前喔 這邊黃金挖的數量也沒有很多 大概五個人 剛好可以支撐小弓跟鷹刺口的是黃金量 那這邊黃金應該會先投資在這個弓兵上 那待會這邊槍兵要按個幾次喔 現在我看到刺口出來 槍兵在家裡防守 沒有再繼續按 這邊打算用弓兵的數量直接壓過去喔 那Viper的刺口在這邊一直看對方的一個單位動向 所以這邊要拖到後面其實不太容易 好那刺口在這封建時代有五攻 贏刺口是打不太贏的 那孟加拉人的刺口是比較稍微差一點點 而且只有輕騎兵喔 雖然有品種跟三級房 比大WP圖好上一些些喔 但我覺得 孟加拉還是不太適合 打這個騎兵路線 要打如果打這個戰車喔 戰車進戰單位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黃金消耗量是非常龐大的 這邊直接過來 那VIP很標準點一下一級農集木 這邊差點打掉一個農田 但沒有成功 可以啦這邊一級農還是沒有點 這就是他的風格 不點這個經濟科技 但伐木技術他一定會點 他應該也覺得也蠻有差的 就是這個伐木 哇 VIP這邊有點尷尬 這邊只有毛兵啊 冰刺口過來 直接給壓力 毛兵在後方 先稍微看修操作 毛兵先把對方的工兵打到殘血 後面有一隻村民要被收掉了 剩一滴血 這邊搜村能拯救到嗎 直接搜村成功 直接撞TC 老鷹直接倒地 OK 後面直接刺口回救 把剩下的工兵全部解決掉 家裡只用少量村民 加上毛兵的傷害 去解決掉對方的鷹刺 那VIP這邊算是大獲全勝 那HERA則是送掉自己所有的單位 哇 HERA這邊有點虧喔 這一波操作 雖然打得很激進 但是並沒有打出任何成果 但好處是 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實彈 因為本身他出了單位 並沒有耗費太多食物 這鷹刺猴只要20食物而已喔 反正是25嘛 但還有這個軍事時代的 軍事這個紅利 食物減免效果 所以他一隻大概20塊而已 空箭時代的時候 好這邊走下來 走下去稍微給他力 但是這邊沒有要回救 家裡要救的話只能靠長槍兵 加上毛兵了 毛兵第一次要先把槍兵給收掉 鷹刺猴就會回頭打這些 鷹刺猴就會回去打這些鷹刺猴 好 這邊補下第二個軍營 城堡實彈1好 但這邊沒有要等奴兵升級好 而是要直接射進去了 工兵直接到黃金礦區域 直接拿一村 兩村 三村沒問題 收下 哇 MIPER直接被打倒了三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MIPER這邊 也拿到兩村喔 不知道哪時候拿到的 可能我們在看下方的時候 他這邊有偷拿村民喔 好這邊三隻鷹刺猴就去追 好 結果把城堡幹在這個位置啊 工兵直接變成奴兵 這邊想要走過TC的位置 但這邊一個組成戰法 拉黑拉這邊猶豫了一下 這邊決定要直接把農鐵射掉 那家裡的內奴解掉 四隻鷹猴 很重要事情嗎 血量非常的殘 城堡幹在石頭的位置喔 這個不確定 現在BIPER的想法是什麼 好 點下二級一次喔 看來是要來打戰車 OK 沒錯 戰車路線開始按下去了 城堡一蓋好 戰車直接按 然後這邊四隻殘血的獅豪 再靠這些村民 在村民直接回頭 拳套拿起來扁 把這些殘血的獅豪給解決掉了 OK啦 這邊反擊得不錯 雖然這些還是損失了一村 但是目前 村民殺敵術還是領先的 拿到了四村 好 戰車出來 第一時間是很難去做一個防守的 因為銀獅豪是不太怕箭矢傷害的 但戰車還不錯啊 有吸攻 跟對方奴兵傷害一樣 但數量上要蓄起來是比奴兵是更困難的 而且這個戰車還會炮戰毛兵 長槍兵什麼都怕 就跟班騎士一樣 但好處是 他可以吃到這個地勇時代的 這個什麼安息人戰術 所以打長槍兵的時候傷害也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也會吃到這個遠方的效果 所以孟佳人到後期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成一個馬功來看單 有時候會先進戰單位去砍這個毛兵的時候也會有歪傷害 還算不錯 但他近戰傷害就稍微比騎士稍微慘了一點 我記得他近戰只有八攻吧 基礎八攻的傷害而已 所以大部分時候還是用這個馬功模式 去收敵人的村民 這邊走進來 結果直接 喔戰車是十攻喔 好我記錯喔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我記得什麼 我記得是八攻 好太久沒有看到戰車出現 結果黑亞這邊直接收掉兩村 三村沒問題 後面收掉 家裡四處著火老鷹跑來跑去 兩台戰車一直靠一靠去 靠的蠻爽的 那如果VIPER這邊只要點下一級鍛造技術的話 就可以直接四道砍死一隻村民了 因為近戰傷害有十一攻的話 只要打四下 村民就會死 就不用打到五下 而且變成戰車近戰模式喔 連鷹刺猴都可以打得贏 非常舒服 這邊還在秀這個馬功模式 跟近戰模式 一隻也要秀 打歪了打歪了 VIPER沒發現打歪 再切馬功模式 想要秀 跑去打說明 VIPER真的是很秀 直接反擊 這邊還想要再上高地繼續打 OK 高打第三很高 好 下方這坨兵依舊解不到 但是至少家裡的主經蓋下TC 方克來說可以稍微擋一下 OK 這名兵太多直接拉一下 這邊又溜了三隻戰車過來 這邊戰車完全沒有想要在家裡防走 可是要一直全部往外派 那孟加拉為什麼戰車打法這麼不夯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還是城堡的問題 要挖出一棟城堡 地一棟城堡才太困難了 那你城堡是在初期還是需要點軍力 大部分的情況還是打工兵路線居多 這邊戰車直接殺了出來 這邊又在收村 哇黑阿這邊損失有點慘重 這邊又損失兩村 兩邊的村民處其實差不多 十六村對十八村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工兵繼續擬擬小小 好 這邊要來到50%了 但是因此我過來 待會工兵也過來的話 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這邊就算為有機會嗎 機會不大吧 對啊 工兵來了 這邊有這個房子的室友 看到蘆兵來了 好 這邊聖堡想要照一下 可以集火收掉一隻聖堡嗎 結果來不及射就直接被招掉了一隻 能夠收掉嗎 這你一定要收掉的吧 OK 老頭收掉 這個城堡蓋不起來 有點被拖到節奏 MAPA這邊是雙TC開打 HERA這邊是誰 是3TC 要開農了 地上TC蓋在比較遠的位置 這個表演賽有點好看 這個戰車出來真的非常亮眼 OK 切換成近戰模式 近戰模式的話 打鷹刺猴效果就非常好了 但是這邊是用駐紮模式 駐紮模式 駐紮模式的話 敵方單位也不會上前引擊 好 這邊切換馬鑼模式 就會機動射擊了 稍微射一下 有點痛 吸攻傷害打鷹刺猴 一防 一防都還沒有點嗎 有一點一防 OK 還是有點傷害 這個城堡能不能拿下來是關鍵 OK 戰車這邊稍微騷擾一下 但是家裡有兩隻生侶 直接招翔 直接逼退了VIPER這邊進攻 那其實HERA這邊單位的血量都蠻慘的 好 城堡這邊再補下另外一棟 這棟城堡補下 這邊想來招翔戰車 數量直接被招翔一隻 但還可以接受 直接變成進戰單位開尻 趕快跑 好 戰車 我們要到TC附近這邊防守一下 這個城堡血量好2000滴血 好 這個城堡蓋起來就稍微可以打 因為他的戰車就可以在這邊防守 好 兩個洞城堡蓋好 戰車繼續按 哇 沒有要挺的意思 看來這場有的看喔 戰車打到底 好 那戰車的血量非常多 125滴血 那世紀帝國的馬弓血量 最高的上限 是這個土耳其人 100滴血的這個血量 那戰車算是馬弓裡面 血量最多的文明 不過以單純他是馬弓的形態來說 血量真的是最多的 所以很容易頂到這個安心的戰術之後 跟對方蒙古突擊互打 哇 這邊居然打歪了 聲音滴血 哇 等一下這個神聖的思想真的有差 兩隻生侶都殘血 白盆應該很厚 那這邊馬弓傷害還是很高 因為想要切近戰打 兩台戰車應該是要送掉 切個近戰打再打回去 再切回馬弓模式 射一發輸掉 欸 結果我們不送 好 已經直接上前 直接又騙著近戰開始打 並在開點 直接高打滴 把所有的鷹石頭全部吃掉 後面老頭也是砍掉了一隻 但是一隻還是遭想到了 Viper的戰車 那這隻三旅可能難逃 一直在遠地開始補血 工兵還在四處逃竄 Viper這邊使用自己的戰車數量 免壓了 ヘイラ的所有單位 哇 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Viper 好 那接下來就是 Viper的節奏 雖然聰明樹現在稍微落後 但這根城堡要是能蓋起來 哇 這個就直接逆轉了 這個戰車到處鬧 然後這台這個城堡可以拆個兩TC 還鎖到一些農田 經濟馬上就打回來了 看了Viper這個雙TC城堡流 好像對孟加拉也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他平常很少用這個打法 我在想他是在故意藏招 可能為了要打什麼冠軍戰 或是獎金賽事比較高的時候 想要拿來使用 也有可能 雖然之前就已經看過 Viper用戰車秀得很厲害 但最近真的很少看到他 他是不是有點想要讓大家 孤以忘太有對招的感覺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每次我把話說一半 觀眾都會說 沒有啊 麥菲前進去過這一招啦 主播都沒在看什麼的 我只是覺得 嗯 這個只是出現著 情侶不慘而已 最近我看留言也是看得越來越少 我覺得有點 大家留言有點多多殺少影響到我的心情 所以就 決定 少看一點 多拍一點影片 比較實際一點 好 雖然每次都要跟大家 留言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 其實解釋到後面我有點累了 好像 越解釋了 我好像也在找藉口的感覺 乾脆不要講好了 或者不要看 好 這邊等一下派科技了 OK Viper這邊等一下派科技的話 戰車的攻擊速度也會提升高20% 好 這根城堡起來 這個野鏡可以稍微守住喔 好 沛亞這邊稍微 終於扛住了 戰車的攻勢 用利用自己的長槍兵 加上森呂的一個效果 好 Type順利收掉了這個TC 欸 這邊是要來直接搶農田嗎 看起來是喔 模仿蓋下去 哇 這裡有幾片田 我們來看一下 9片田直接全拿 沛亞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沒有低田 能全部搶下嗎 看一下 這個農田 黃變藍黃變藍黃變藍 OK 剩下兩片農田沒有拿下 好這邊大輛戰車過來 但是對方長槍兵也是走過來 長槍兵的問題不大喔 但是這邊還沒有 辦法點帝王時代 要是能趕快點到帝王時代的話 戰車會再更猛一點 但這邊生旅數量有點多喔 這邊可能還是要先拉走 斷一下招響的射程跟時間 拉得不夠遠 還不夠遠還不夠遠 對方勝率還在追 我們往下走 斷招響之後再回頭 然後再讓黑拉 發更多的精力在招響上面 那這邊還是很順利的 拿到兩隻戰車喔 那這邊老頭損失的更嚴重 其實對戰車好像無傷大的感覺 好那贏家 黑拉這邊點下地龍四代 這邊黑拉可能是想要轉成打這個 老鷹爆吧 然後點下植物盾技術喔 那植物盾的話可以增加老鷹的遠防 讓他可以成為老鷹最硬的 遠防最硬的一個文明 這一波 射的有點爽 爽射一波 那順帶一提喔 定家的村民喔 是可以吃到冰工廠的防禦力跟攻擊力的 因為他的防禦力非常厚 你看0加4喔 非常的坦 所以這邊戰車喔 打村民稍微心有力有不足 那以前這個能力是封建時代就有的 好這邊戳掉 好這邊再抓到一波 那你直接激活一隻村民還是可以收得掉 哇 可是有防禦力的效果在 又變成兩劍才死 好這邊稍微 剪掉一些常常變數量 定用Style要好 Rype點下了二級木 哇這次農田跟木頭 經濟科技偏慢了一點喔 看來這個長軍序 打得非常有價值 好繼續燒了喔 好這邊先點下了印刷技術 這邊想是打印刷技術 而不是打強弩嗎 或是打戰毛兵 有點意外 這邊想再招了一波 那次殘血直接被招了三台戰車走 好 Rype這邊直接用近戰模式 開招TC 把TC裡面的村民給招了出來 這邊想要修TC 但沒有辦法 直接想要逃離戰場 這還有機會嗎 村民四處逃竄 後面又一波戰車過來 想要攔截 後方的農田處 也是被鬧到一瞬虎法治裡 正面左邊的戰線 直接被拉了回來 雖然這邊是左邊擋下 但右邊又在著火 Rype一直四處在鬧 好 這邊停下精銳戰車 哇 直接在城堡下面走來走去 然後這邊直接手撕巨型投司機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戰車再次走上了高地 Rype這邊要直接切近戰開打了嗎 這邊老頭直接招翔掉了五隻 戰車 後面還有一隻 OK這邊全部開打 在Rype Rype的戰車全部跑到Hera的領地裡面 直接原地站 雖然沒有升攻擊力跟防御率 但是Hera這邊的兵 全部倒下 直接打出了 Rype前面打得非常被動 果然這個城堡時代初期 沒有戰車出來 真的是完全無法招架對方的兵力 但戰車數量一出來之後 這個世界完全改變了 Rype這邊用盡全力在防守 也是因為Rype中間這一波包得非常漂亮 把他的前期的城堡時代 所有的鷹刺頭全部收掉了 當他讓鷹刺頭變成鷹勇士的話 可能結局又不太一樣 雖然近戰來說的話還是會輸給戰車 但可能會讓Rype更能好上到這個帝勇士 不知道打出這個經濟差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就好了 那沒意外的話 Rype經濟應該是很差 Rype這邊經濟果然沒有很好 史物只有還不到1萬1 經濟大概小普領先 大概2千 各2千左右的資源 Hera這邊更長 這邊基本上就是挨打而已 沒想到A10級的硬家文明 在Hera上面感覺好像沒有A10級 這就是我剛剛開頭說的 在Rype的眼裡 確實硬家是A10級沒錯 但對於其他人來說 可能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好 遊戲來到了第三場比賽 第三場比賽 Rype選的是日本 Hera選的是庫曼 這兩國文明交戰的歷史 我的印象中 庫曼會是劣勢的 日本是相當大優的 所以未看現在Rype應該是主導 有史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介紹庫曼這個文明 庫曼這個文明的話 封建時代就可以製造TC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工程器製造所的部分 就只能製造這個衝車 那衝車的話也不能升級 到城堡時代雖然可以升級 但通常不會有人會帶城堡時代 去升這個大衝車 因為升這個大衝車的升級 就可以點地獄時代了 應該還是會先上時代為優先 那庫曼人的話有這個跑速最快的遊俠 那侵察來說也是相當好用的滿空單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 日本的話最大的特色 所有的經濟建築 像這個伐木場阿模仿阿都是半價 所以Viper這邊直接決定 在外面 拉了山村然後蓋模仿 直接開吃 然後這邊再趕個路 去讓中間的村民吃好吃啦 哇靠 Viper直接秀翻啦 日本居然可以這樣打 OK這邊補下個軍銀 看起來有點是想打棒棒的感覺喔 好但這邊 也可以啦這邊石頭過完一個就發現 欸這邊怎麼有奇怪的 東西在中間 欸但是這個視野沒看到 因為黑暗時代的石頭 視野是非常的窄的 好這邊果然按下棒棒 那日本這邊 如果Viper打棒棒的話有個好處 上到封建時代的話 步兵就有33%的攻速加成 好其實還算一個不錯的 攻速加成能力喔 四隻裝甲 三隻裝甲步兵等於四隻喔 的裝甲步兵的傷害 是非常難產的 好那這裡有挖金礦喔 那是代表說 他要來升級這個裝甲步兵喔 三棒棒出來 會不會按到四棒棒喔 四棒棒可能會卡升級 所以不按 哇這邊是要在打上古戰術裝甲塔嗎 這個是以前我們HD時代 最喜歡的戰術 黑森林裝甲塔 然後阿拉伯裝甲塔 各種裝甲塔 來了來了 這個就是老人常用的戰術 就是愛裝甲塔 那裝甲塔的一個對應方式喔 比較簡單方法就是 你跟他對差 你挖石頭 對方你挖石頭 兩個都對差 然後有機會就拆對方的劍塔 最好的一個方法 好這邊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D木牆出去 直接尻 對就是這樣子 OK 我在想到他怎麼沒有D 我想說黑森林在顧慮什麼 這邊是他有優勢 這有村民上的優勢喔 這邊直接補一下射箭長 想來稍微保守一下 OK 這邊是想來打塔公公 有點像 裝甲塔 配打塔公公 OK啦 這邊沒有挖石頭 是個細節 欸他不挖石頭 就不能蓋TC 不是嗎 印象中 庫曼的TC也是要石頭的 那我覺得 WIFLE這一個 讓對方插一個劍塔出來 讓 庫曼這邊 沒有辦法爽爽開TC 就有點拖到庫曼的經濟了 這邊應該先按毛兵 OK 按了毛兵出來 一擊射 待會要補不下 那WIFLE一直四吋 中外面走來走去 其實蠻傷經濟的 這邊要盡可能 趕快再去插對方的經濟 例如果子啊 或後方的主金塊 會比較好一點 或伐木區都可以 就是要插到東西才可以 好 這邊看起來是要插到 這裡一個毛兵 看來亂丟 但是插這個果子 有點小虧喔 因為這個果子只剩200肉 所以就算真的插到了 好像也不是很傷 好直接把村民拉走就好 這邊轉出了 這邊轉出了 這個馬丘 這邊自己漏太多了 出點馬 壓金 也是不錯的 我們等一下用二對數來看 這邊稍微圍一下 日本的裝甲步兵 砍木槍速度還是非常快速 好這邊一個雙線 下面也有小弓 好村民蓋完之後 直接去旁邊吃那個 活鳥 還吃人家的果子 WIP真的是太狠了 好日本確實可以這樣打 最近模仿這些都很便宜 其實蓋下去也不會太虧 裝甲配上兩隻毛兵 會不會直接抓掉嗎 但這邊裝甲步兵不能小看 畢竟是日本裝甲步兵 傷害是非常高的 被尻個幾下還是有點痛 這邊打算要硬上了 這邊工兵來 直接集火 瞬間收掉 完美 這邊日本稍微介入了烈士 經濟上也沒有比黑拉這邊好 這邊村民直接來補下 射箭查兩個 三個射箭查 直接三射箭查開營運 那如果是這個打法的話 至少要補到11斤 或12斤會比較好 工兵才不會斷 黃金數大概要12斤左右 那待會 WIP出來的村民應該會繼續補黃金 不然就是不補黃金 一個慘毛兵 好像也不錯 有一些毛病的話 對方的工兵也是沒那麼好反制的 這邊還是有黃金的狀況下 還是先去補下工兵的數量 哇靠有什麼感覺 WIP才是真正的庫曼人 因為庫曼人的射箭場跟馬就只要75木頭 但是他這每一個都是175木欸 這個差很多 那應該WIP家裡沒什麼農田才是喔 果然4片農田 整家黑亞洞已經撒了一大片了 WIP採測一點點而已 他把所有的木頭 投資在這個軍事單位上了 還有這個 這裡喔 少量的魔防 這邊工兵沒有掌握到路線的感覺喔 再稍微加速一下 那中間的路吃的蠻爽的 這邊中間的路加下面的野路 讓WIP的經濟直接起飛 前面經濟很好啦 但這邊沒有辦法 還是要繼續灑田 這邊沒有掌握到對方的工兵位置喔 WIP很意識的 直接在墓區補下了一個箭塔 稍微來防守一下對方的工兵路線 那要決定家裡用箭塔防守 自己工兵兵分兩路喔 去做騷擾 下面的話只剩少量的墓牆可以打 這邊工兵可以考慮直接走過去喔 如果4、5號就想要直接走過去 要往下走嗎 但這邊村民可能會過來蓋 頂尖玩家們的一個操作 這裡補下挖石頭 要來蓋TC 這邊工兵可能是想要等奴兵升級好再來燒了 上方決定撤退 下方這邊可能會打進去 過來蓋的村民會不會被送掉呢 來不及敲下去 剩一滴血送掉 哇這邊要被破一個洞了 這邊工兵直接走到箭塔下 直接順地收掉了一村 這邊不惜撞箭塔也要殺村民啊 這邊殺人誅心 沒有再客氣了 這邊毛兵過來 這邊居然還有隻獅子王在追與村民 好毛兵直接開頭 VIPER這邊的工兵被交換掉很多 但黑拉這邊村民死傷也是非常慘重 哇死了八村 聰明術直接被大幅拉開 VIPER的村民就大幅領先大約快12村了 但是上到城堡時代是黑拉 黑拉這邊有城堡時代的優勢 直接按下了騎士跟個吉色 戰毛兵的升級 那這裡還沒辦法上到城堡時代的VIPER 這坨兵送掉之後 想辦法爭取一點時間 這邊跑得很快 哇一村都沒掉 戰毛兵升級 單劍塔差的還算可以喔 並沒有很差 只有這個火力交叉王 好 等一下城堡時代的VIPER還能再繼續打嗎 哇這個戰毛好痛 數量夠多 這邊再圍一下 然後黑拉這邊要盡可能的把兵一直送到VIPER的家裡 這邊再擋一下 建塔防一下也比較好 這邊建築 這邊弓兵在等待城堡時代升級好 這裡要按裝甲步兵耶 哇還不是長槍兵 哇這邊差點 這個還在少一吋了 沒了 這邊直接印拆建塔裡面的村民可能要跑出來 要被騎士砍了 跑不掉直接原地開火 直接少了五吋 VIPER的村民處直接被反抄 現在黑拉四十六吋對上四十一吋 VIPER的村民 那VIPER這邊移上城堡時代 馬上點一下 奴兵升級 奴兵也沒在家裡防守 長劍兵也是直接往外走 家裡要怎麼擋 他並不在乎 他只在乎著 要怎麼如何打到黑拉的經濟而已 這個黑拉也直接 不是啦 VIPER也直接變成強軍師的玩家了 這裡是有洞嗎 沒有 好 長劍兵直接互打 但是十張有點慘重 人家騎士耗的黃金比較多 好 那毛兵回家救援一下 也是要過來想要包抄 這時候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我以為他會直接打馬功 雖然擴慢打馬功好像問題不大 但問題最大是他打一把馬功 沒有像他打青茶這麼強 天常是散彈弓兵喔 不用三級射也是有一定的殺三力 但是一般的馬功的話 沒有三級射還是差蠻多的 上方一個劍兵互打 但是當上有VIPER的優勢 直接反擊成功 長劍兵直接想要再包一下 當然黑拉如果要一直控這坨兵的話 需要耗費大量的手術 我覺得這裡不要控 直接走回家就好了 所以這樣子直接走直接走 把自己經濟袋控的再更好一點 才是重點 這時候VIP真的不重要了 弓兵追毛兵這個畫面 真的是世界奇觀 好 空間這邊點下了奴兵 奴兵雖然其實有點多了 稍後可以擋得住 對方的步兵的傷害了 OK 有軟甲的長劍兵喔 還是滿坦的 我浴室喔 可以拿等一下彈到雪 走車過來 灑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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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 但也要有走一個強攻路線喔 對 直接走進去 不要理他主力部隊 直接上 直接拆 頭車去針對工兵 沒有砸到 直接瞬間拆除 箭塔裡面的弩兵直接被噴了出來 順利拆掉 波特順利找到立發 砍臭壞了 長劍兵直接要深入了嗎 麥克這邊挖石頭村民並沒有很多 這邊要來蓋寶 是有點困難 雖然這邊如果能蓋到寶的話 就非常的賺了 頭車砸一發 哎呀 麥克果然還是被中到啦 再一發 直接倒了快要十隻的奴兵了 這邊頭車稍微反擊 快要解決掉VIPER的一台 頭車 這一坨弩兵也是導光 後方的戰錨也全部沒了 長劍兵繼續輸出 直接硬拆建築 非常快速 日本的攻擊速度就是快啊 好 快就拆掉了 長劍兵輸量十九隻 這就是 VIPER的META嗎 長劍兵 玩假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還沒出來 在這個長劍兵跟日本武士 差不多搶了 好 還有193TC 經濟全部拿去爆軍事了 看這邊 K拉其實沒什麼被傷到經濟耶 他的川民宿還有111村 這邊 VIPER是最後的軍事力量 這一步要是送掉的話 就沒細唱了 要好好把握住一下這個 最後的兵力 好 騎士過來硬拆 看來是要拆掉了 哇 這邊騎士出的很急死啊 好 騎士出的村民宿來到123村 MIPER已經只有62村 已經是兩倍差距了 VIPER這時候再不趕快把黑拉給打死 那他真的自己就要死掉了 這邊升級科技能來得及打掉嗎 但是這時候終於挖出了一棟城堡 直接硬插了農田 哇 這棟城堡就會有點價值了 裡面蓋一棟城堡 想要來阻止VIPER繼續深入 有機會嗎 這邊東兵想要上前渡職 但是騎士過來 這邊先射村民 不是先射騎士 把裡面TC的村民直接打出來 後面還在修理 因為常見兵雖然有在輸出 但是騎士出量有點太多 VIPER這波被打回去 這個城堡能蓋好嗎 感覺有點困難 投車在砸一發 好 希望有點尷尬 VIPER這邊經濟已經崩了 分數已經差距大約2400分左右 VIPER還能再起嗎 感覺不太行了 上方經濟沒發號 VIPER打出了GG 哇 畫面很難得 平常都是HELA強攻VIPER 現在難得看到VIPER直接ALL IN 打一波想要把HELA直接打死 豬子沒打死 自己直接倒了 這經濟差距差距蠻大的 看這個經濟量很扯 齁 實物直接差 差了6000多 我的天 木頭也是6000 太慘了 好 VIPER這個算是新META吧 有可能他是想要練一下這個戰術 但很可惜這個戰術並沒有成功 可能還是需要改進一下流程 跟這個使用的時機點 才有可能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好 那我們就恭喜HELA拿下兩扇 目前是2比1 那我們就來看第三場比賽吧 好 現在來到了遊戲的第四場比賽 VIPER對上HELA的表演賽 目前是HELA 2比1領先VIPER 這次HELA選擇的是阿茲特克 上一把 上一把是選擇阿茲 選擇了硬家 我要一直講錯話 這次又選了一個阿茲特克 這個想法有點微妙 那我記得阿茲特克好像沒有軟甲技術吧 這個我來偷偷找一下資料 看一下有沒有 阿茲有軟甲欸 阿茲有軟甲的話 那就會有點強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待會HELA會不會打這個 劍兵勇士軟甲版本的 那VIPER是選擇了Trizzer Roland 那Trizzer Roland的話 這次改版並有太多的改動 那有改動的東西應該也就是 這個軟甲技術的部分 那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不太弱的文明 改動好像也沒有什麼好改動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他的能力 一開始的話 VIPER 羅倫會有兩個果蟲 在自己的TC的下方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他的羊 都是需要放到魔方裡面 來產生肉類的 所以一開始他已經會缺肉 雖然其他文明一開始是吃羊 那他這邊沒有羊就用兩個果子來替代 那可以補證 Trizzer Roland前期的經濟 那一開局 Trizzer Roland就要先蓋兩個房子之後 把傷趕快去蓋下自己的魔法 那待會再去伐木 伐到100木頭 再去蓋伐木場 所以一開始他是沒辦法像其他文明 直接去蓋伐木場去正常開局 所以我不太建議新手來玩Trizzer Roland 這個開局模式會完全不同 就有點像是這個中國的開局方式一樣 就是跟其他文明完全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能練起來 去著羅倫的開局方式的話 想必定你在爬分上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至少可以跑到1300、1400 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去著羅倫的能力實在太強 因為他的騎士呢 是有增傷25%傷害的 例如你的騎士打這個攻併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有無怪傷害 他又再增加這個25%傷害 所以比一般騎士打攻兵傷害是更高一點 那再來就是 雖然他沒有騎士 但是還有這個沙奇馬 那沙奇馬的話打攻兵 國外傷害就很高了 而且還可以有這個抵抗箭矢的效果 那就算不出這個沙奇馬 也可以直接出駱駝 你出駱駝也可以屌打法蘭克人 這個重裝駱駝或是一般駱駝 傷害也是極高的 有人嘗試用這個印度斯坦的駱駝 有人去著羅倫的駱駝不打 那發現兩邊打的其實有點55開的 並沒有說誰比較好誰比較弱 有點誤差而已 大概就是55開的感覺 並不是會說46開或64開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無論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他想像成是一個印度文明 他本身就是印度人也沒錯 好 那他的這個緩刃頭指手 這個寶兵單位呢 是有這個串燒能力的 你就把他想成是會人型的奴炮就可以了 那他在上次的改版 小改版的時候 讓他這個串燒能力變得更強 以前是會遞減變成50%傷害 現在都是100%的串燒傷害 但是相對的減少他的一攻傷害 所以去著羅倫打這個垃圾兵 非常強悍 但是他非常害怕奴兵 或是這種遠程單位 火炮啊或頭指車 或是奴炮互相傷害 都是蠻害怕的 我記得他的 他是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 去著羅倫打到後期 通常都是要靠火炮 去counter這些頭指車 我剛說的這些單位 去做防守 所以也是因為有這些科技的關係 所以去著羅倫並不會太弱 因為有火炮就可以很好堆 很多奇怪的情況 好 那 稍微來講一下阿茲好了 阿茲的話是 上古文明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 一開始 這個 採集的攜帶量 就有多3 所以 一開始的採集的食物啊 都會變13肉 你看這邊13肉 就回家 開始放肉了 一開始經濟來說 就會比其他文明好上一些些 那阿茲特克的處理之外 還可以點一下這個金冠技術 戰爭龍冠 可以增加這個 他的步兵 4攻的傷害 暴勇士 計額可以突破20攻吧 那 劍兵勇士 我記得17 18攻左右的樣子 還是21攻 有點忘了 太久沒有阿茲 阿茲特克的話 常常兵 雖然沒有級兵 但他常常兵 由於 可以吃到這個戰爭龍冠的關係 所以 就沒有級兵的效果 但是他這個傷害補陣之後 其實跟疾病也沒什麼差別 阿茲到了後期非常難採 而且 銀罐技術點下去 直毛器有了之後呢 毛兵的一擊射程跟一攻 也會大幅增加抗 抵抗對方奴兵 或是馬功能力 所以總體而言 阿茲是服務的文明 而且森綠的話 每點一個科技之後 這個修道院的科技 都會增加森綠的血量 到了後期 森綠可以到95的血 非常坦 阿茲後期可以打一個森綠 加上頭車 重頭 那阿茲是有重頭的文明 非常的噁心 重頭老鷹 或是 暴王寺 之類的打法 那他也可以打強弩 但強弩我不太推薦 因為他的強弩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阿茲特克到後期 如果真的需要用弓兵的話 用這個戰毛兵去替代就好了 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 曲德如人 這不是曲德如人 這個是阿茲特克的黑狼 選擇了工兵開局 那 MIPER很標準的選擇了馬舟看 曲德如人 不打馬舟 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稍微講地圖 MIPER這場地圖 偏爛喔 他這個金礦在正前方 朝敵人的位置 但好消息是他的金礦錯 左兩邊都有一塊 如果要去偷偷挖野金 或是開TC 這些地方都蠻適合的 除了左邊這個地方另外 這邊只有一塊金 然後什麼旁邊都沒有 只有一塊樹 超可憐的 好 我們一樣加速一下 那這個表演上 盡量濃縮在一個小時左右 讓大家看得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這邊石頭出門了 兩隻 那這邊是選擇 打上方的路線喔 這邊由於還沒圍好 應該可以抓到一村 但是藏下去過來 可能是沒機會 直接逼走 好 那阿茲弓兵按到了三隻 三隻有要先出門嗎 還是要囤到四隻 三隻還是要出門 那為什麼三隻要出門 因為這個時間也是偏早 而且三隻的話 走位好 還是可以打到點東西的 哇 MIPER這邊直接被關本獸 入鎖直接被戳掉了 那也沒關係啦 反正阿茲也沒有馬舊單位喔 可以錯 所以這個駱駝送掉 好像無傷帶 到封建時代 到城堡時代比較有差 封建時代就算了 好 這裡補下了兵工廠 這邊 去的路人是要點一級射嗎 我可能點一級射 因為一級射的話 毛兵就比較好打這些工兵了 那為什麼我不會說是 點這個一級馬卡 或是一級工 那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去的路人這時間點 去投資太多的馬舊科技的話 上城堡時間 會非常的晚 而且你沒有點一級射 就意味著 你一定要去 一直瘋狂暗刺猴 所以會上的非常 好 理由是這樣子 因為我發現我常常不講清楚 大家會說 你又差50B 哪會差多少 最主要是出著單位的問題 不是科技的這個 食物消耗量的問題 好 好 那我們這邊 看到赤猴走過來 這邊過來 會不會先封掉個木牆呢 唉唷 這邊是有機會喔 後面過來 而且牌盆都沒有一級射 要來即時反擊猴兵 是沒問題的 右邊這裡 村民 還行 這邊三隻工兵都殘血 非常極限 這邊 要稍微圍一下 OK 應該是可以圍著起來 毛兵打這些村民 沒什麼傷害 基本上 應該是可以蓋得起來 好 左邊這一坨 兵 並沒有想要去燒了 大家這邊很勝利點到 城堡石彈 那黑了這邊也是 有一級射的 毛兵 打這個槍兵 就是這麼好用 好 敗魄繼續給對手壓力 這裡原來有按這麼多毛兵 難怪上時代 現在 也沒有比較慢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 黑了這邊 經濟很差 是我的錯覺嗎 是他槍兵按太多嗎 怪怪的 好 好 VIPER這邊經濟 好多爆炸 啊 我知道為什麼啦 因為他沒有圍家 等一下 黑了這邊都圍死了 那 VIPER這邊是沒什麼圍的 用這個不為家的一個經濟優勢 提早上到了城堡時代 好 那這邊點下二級伐木 二級農會馬上補嗎 這邊來打個標準的VIPER 二級農 二級木3TC 開農打法嗎 三級農 二級農 二級農 好 四隻老鷹直接開追毛兵 另外的話兵是要送光了 好 這邊直接按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沙騎馬 就潛稱為沙騎馬 沙騎馬很好吃 比沙威馬好吃 那為什麼要叫沙騎馬 因為他的名字叫 斯里瓦姆沙騎兵 好 我們就要叫成沙騎馬 沙騎兵也可以 但沙騎馬大概可能比較親切一點 好 沙騎馬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錯的 他可以抵抗對方的箭矢 那取代驅著羅倫的騎士單位 所以他有這個閃避戒死能力 但是對上對方的騎士啊 或者是駱駝 是有點毫無招架之力的單位 因為基本上呢 攻擊率是比這個 騎士少上兩攻的 所以用起來 這個能力並不是非常好用 好 VIPER這邊很標準 剪下二級農 二級木還有輪走3TC 直接開農 用少量的單位在家裡防守 但這邊看到非常多的敵人 直接咽了過來 黑拉這邊是單TC暴兵開打 這邊圍一下 犧牲一村 好 這裡目前數量還是不夠 自己的兵力很薄囉 好 到了城堡時代了 黑拉還沒點下奴兵 OK 剛講完就點了 這邊沒有點的話 可以找個機會去鎖掉 但沒有辦法 這邊要稍微等一下 好 這邊想要先壓一下農田 壓農田的用意喔 是要讓這邊 VIPER的肉類獲取量 稍微減少一些 然後可以 讓他的馬出少一點 待會這個殺騎馬 數量少就比較好減 好 那這邊 VIPER故意讓對方射 原因是因為他有僧侶 僧侶可以直接把這個血量再拉起來 好 稍微給對手壓力一下下 OK 這邊也很四向了 直接離開了 如果是我的話 就想要站在這邊不動 一直在偷射 VIPER的農田 在這邊開始囉 老鷹開始越來越多了 他知老鷹爆是非常難打的一件事情 但其實老鷹跟殺騎馬 傷害是差不多的 你們看這個老鷹殺害是7攻 殺騎馬是8攻 但是殺騎馬血量是多一點點的 因為我平手技術的關係 所以血量會多10滴血 總體而言打起來 驅逐羅倫這邊是會稍微劣勢 對上老鷹狗的話 其實VIPER不好打 因為他只能選擇殺騎馬去做抵抗 這個城堡蓋起來 稍微射到老鷹 有點傷害 下面 生女去做招翔動作 單一不大 因為老鷹有抗招翔 能招到的話就是世界奇怪了 非常的神奇 好 這裡一隻長槍兵 喔不是長槍兵喔 英勇士直接抓到了赤頭的動向 後面殺騎馬 蓄勢待發 但這裡不知道該哪時候該上 所以VIPER直接開農村民術 已經領先了大約12村 喔不是喔 22村喔 看錯了 火農民術非常多 那 黑拉這邊喔 打算要一波打死對手 小鷹繼續出 狐兵也是少量少量的出 這邊有幾防點下 要來開始飛囉 好 一開始飛進去 二防一按下去 馬上就點下了 這邊再蓋一個TC 想要來擋一下 也不是擋 就是要讓村民有地方可以躲 因為TC太少的話 村民就沒有地方可以逃爛 出這麼多村民喔 最後還是要被對方的單位給抓掉 這是你在單純報經濟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居然 直接招到了一隻 老一 但頭車應該再討難解了 再解難討 再討難解 每次講車運的時候我都會講反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怪怪的 好這邊村民收村 讓城堡傷害到最大值 打這個老鷹傷害就很足夠痛了 OKOK 傷害開始飆出來了 但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其實沒有到那麼 傷的feel 但還是可以把大部分的老鷹給解決掉 這邊想要吸箭矢傷害 你看Hera這邊秀操作 這隻老鷹在調戲城堡啊 看來還是收掉 喔 這邊老鷹還是損失掉了一些 最後 最後 Viper轉出了 這個 六環 不是啊 環刃頭子手 是我們剛剛說的 可以用串燒能力的 人型奴炮 好 Viper 雖然死了非常多村民 死了14村 但村民處還是領先揮牌這邊 72村 對上56村 那目前有軍事優勢的狀況下 又轉出了這個 驅者如人的 特殊兵 環刃頭子手 老鷹帶回來喔 就沒這麼好打 因為很容易喔 老鷹會被這個環刃頭子手的 這個擴散 跟這個 串燒效果 直接給 不是擴散效果 串燒效果 直接給打爆 好你看這工兵喔 對於這個環刃頭子手 是有相當好的一個效果 直接把這兩隻死到殘血 但是這個移動速度 是環刃頭子手比較快的 所以奴兵是逃不了的 也會撐爆補血嗎 還是要再按隻生率出來補一下 好按生率啦 OKOK 這邊第二波大軍又要過來 那VIP的目標 就是把環刃頭子手按多一點 奴炮也稍微按一下 那就可以了 為什麼按奴炮原因 是因為要來打這個奴兵喔 頭車不一定打得到 但奴炮的話 會給對手很大的壓力喔 因為打中機率實在太高了 而且只要串到一下的話 全部殘血喔 那加上環刃頭子手這個收頭的能力喔 就會相當的好用 好但這波VIP並沒有爆太多的單位 所以這波可能又要受傷了 這邊收村 再收繼續收 這邊老鷹飛兩隊 環刃頭子手也直接收到了城堡裡面 有些單位村民也是沒辦法收到TCD喔 直接被原地農田收掉 左邊蓋了一棟城堡 又來控一下外面的野精喔 其實像對手這麼喜歡飛機的情況喔 我會比較喜歡把城堡蓋在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蓋在農田中心點 像防守來說會更好一點 或是把這個房子逼了 差這個位置 更舒服 對方趕飛進來 就要勢必得吃到這個城堡的傷害 可以收到 OK 收11隻 這邊經濟慢慢好了起來 68村這樣89村 村民宿稍微緩和了一點 只差距了10村而已 可以 Type依舊沒有要放棄暴村 再稍微加速一下 反正投資手出來串燒效果很棒 他這個老鷹還是很好用 奴炮過來 這邊應該是來不及跑了 直接串燒一下 工兵單位 這一發 哇 來不及 回頭串燒 一直線 一直線 可以串燒了 但是不敢打 數量太少 串燒一下 全部 快到一半的血量 再打一下要不要 來不及 在這邊收村 這邊奴兵 直接到後方牧區 煩惱 Vipe安全的牧區 只有3塊 下面這塊牧區 不安全 這塊牧區也是 上面這裡 可以稍微挖一下 在這邊奴兵 就過來鬧 現在黑了 專注在打Vipe的牧區 老鷹也是在抓 Vipe有沒有偷偷去伐木 他這邊 身材也是做得相當到位 他在這邊繞了一下 發現Vipe 這邊牧區就是確定了 所以他很確定 這是他最後的牧區 只要這邊能打下來 Vipe就會很難受 換了手指手 過來想要先解老鷹 老鷹解掉之後 哇 你看這個串燒效果 這是很痛的喔 串燒 再串燒 OK串燒只剩一隻 可以接受了 這邊再一次老鷹飛進來 直接打上發牧區 但是這裡依舊有城堡的防守 覺得羅倫 Vipe能夠再擋下這波老鷹飛嗎 黑了這邊可以利用這波的攻勢 自己買賣一波 不過上到地龍之代也不是太大問題 難道Vipe要被植落山 有可能嗎 目前經濟 持品喔 因為黑了後面也是轉出了4TC 把村民數量給追了起來 經濟上看起來是黑了比較好的 Vipe這邊是非常落後的一個情況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Vipe能夠擋住 阿斯特克的進攻 欸這裡還沒點地網 挖卡 卡建築物是不是 等把我蓋好才可以點地網 哇真的耶 因為他沒有蓋工程器製造所 才修到院的樣子 哇真的沒蓋阿 所以剛剛有資源也上不去喔 尷尬真的是尷尬 好 Vipe的部隊開始多了起來了 雖然沒辦法升帝王時代 帶自己的反任投資手 加上莎希馬 數量開始OK了 可是家裡依舊會比較難守一點點 反任投資手還是繼續往外走 這裡決定要用工程站上 直接硬拆除對方的城堡的樣子 莎希馬直接上前 想要收掉奴兵 如果奴兵解決掉的話 反任投資手就會有比較多的操作空間 好 跑速點下 還會直避防 這樣抗奴兵應該就會好一點 但時代差距實在太大了 Vipe這一波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城堡壓這個位置 但是老鷹直接上陣 所以反任投資手並沒有太大的傷害 正面直接開打 這跟城堡敲了一個地基 上方活潤團之手不來回救 好 阿希馬直接正面硬扛 城堡優先射後方的還任投資手 這邊在串燒 想要直接插城堡底下 哇 直接控寶 法術的還任投資手放在城堡下方 然後大象 六頭大象直接要來開頂了 但是後方的殺氣馬直接被老鷹集火 直接倒地 弩炮也是倒了 可惜了可惜了 這一波有點尷尬 反而投資手在城堡底下輸出 傷害其實蠻高的 但是棒棒也出來了 爆勇士 直接問候 這邊直接把城堡都掉之後 開始節節敗退嗎 OK啦 這邊是帝王時代 Vipe是城堡時代 看看再繼續打嗎 城堡打帝王 好 反而投資手 來解一下老鷹 好痛 然後又先把這個大象給解決掉 因為大象不解決建築物城堡TC 是完全守不住的一個狀況 這邊再次嘗試躲在城堡下方 好 反而投資手 直接被打到剩下一點點 是12隻的單位 這邊就在串燒城堡 有可能被打得下來嗎 剩48隻 好 又繼續輸出 反而投資手 順利的 跟大象 也除了掉了這個城堡的圍巾 但是Vipe的兵力已經也所剩不多了 鼓勵就預備消滅殆劫 右邊來了一波扎西瑪卡 右邊的伐木村民 這個雙線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但依舊還是沒有改變 時代落後的一個問題 Vipe應該是也沒有想要上帝王 想要直接城堡打到底 反正對方沒有城堡 就沒有狀行投時機 自己還是可以稍微的用兵 一直給對方壓力 打出經濟差距 說不定就可以打贏城堡帝王 第二波單位走了出去 看到對方奴兵 沙西瑪被射還是很痛 倒地 這邊弓兵可以一發一隻了 還沒有彈道學 有啊 記得有吧 剛剛有彈道學 我們剛剛射歪了 這邊 轉出了肉馬 看來是想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其他單位上 可是這個沙西瑪還是繼續按 好 沙西瑪第二波過來 後面搭配反正投擲手在後方 Vipe這邊支持一次騷擾 到處都有沙西瑪 很麻煩 好 看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這一波 單位直接往後撤 欸 黑拉打出了GG 這個怎麼打的 這個黑拉感覺還很有機會啊 你帝王時代 Vipe這邊 正準備要點帝王而已 哇 沒想到沙西瑪打阿茲特克也是很給力啊 欸 讓我太意外了 有可能是沒有城堡的關係喔 沒有城堡的話 就意味著阿茲特克的金冠點不下去 也沒有這個直毛器 可以打這個環潤投資什麼 我不確定欸 這個 黑拉這邊投這麼快 是不是為了表演賽阿 好那我恭喜Vipe喔 2比2拿下了這場比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阿 就來看一下最後一場比賽吧 這邊是Vipe經濟好一些阿 食物獲取量更多一點點 那它是有點薩地利嗎 我們來看一下 有點薩地利的話 食物減免會減很多 好像沒有點 兩邊都沒有點金銀罐 OK那確定沒有點薩地利喔 想說它這個肉好像沒有減免非常多的感覺 好那看來不是我的錯覺 好那我們就恭喜Vipe 我們就來看到最後場比賽囉 好的遊戲來到Vipe表演賽BO5最後場比賽 Vipe對上黑拉 那這場黑拉選擇的是維京人 Vipe選的是這個孟佳人 那應該是賽制的關係吧 或是他們自己講好 並是表演賽喔 兩邊再選擇一個 剛剛拿過的文明喔 再來打一次 那這次選擇孟佳跟維京 這個組合搭配挺微妙的 孟佳人的話可以像剛剛喔 用這個Vipe戰車的打法 出去擰壓對手也是可以喔 畢竟維京人他是步兵文明喔 用這個馬功去處理會好一些喔 但是對方維京也有這個步兵喔 步攻的單位喔 可以去做反制喔 狼奴加上這個維京狂在四方 十二攻的奴兵喔 反制馬功也不是太大問題 那整體而已喔 這場看起來我覺得 白魄是被壓制住的 因為前期維京的經濟是非常好的 孟佳人的話經濟其實不是很好 要升到神寶時代之後 會好轉一點點 我們前期一樣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趕路的趕路 視野豬的視野豬 開伐木場的開伐木場 後天時代一下 兩邊沒有人打棒棒 直接轉這個馬舟 兩邊是馬舟嗎 這個是射箭場 Vipe是走一個射箭場路線 那這邊黑拉的馬舟的單位 就可以即時的出來了 兩隻刺猴到了Vipe家裡 這邊靠一下 這邊一穿 是不是有機會 差一點點 黑拉又再繼續秀他的操作 他最擅長的就是用自己的刺猴 不點一隻一龍 多出一隻刺猴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邊戳到一下 哇 直接出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但這邊刺猴真的數量很多 四隻刺猴 但是看到長長兵其實真的很難打 這邊只能盡可能的去溜 Vipe的長長兵 然後讓長長兵追不到的時候 就去偷一些殘血的村民 這是黑拉的想法 但這邊Vipe的防守也是很急死 莫想馬上直接蓋下 所以黑拉並沒有機會 可以偷到村民 那邊Vipe也是11吋 這邊一個雙線 殘血的偷尻 這邊弓兵出來了 上高地防守 OK拉 這邊也是轉出毛兵 但這邊進來 唉唷 直接殺進去 Vipe看了又要死聰明了 哇 死兩吋 很虧 沒有 死一吋了 好 現在真的死兩吋了 好 當然自己死兩吋 這邊是有能跑掉嗎 唉唷 這邊右邊有個洞啊 直接走了出去 那自己的毛病應該是要送光了 好 長槍兵去追一下 但家裡的長槍兵適量不夠多 那要趕快把這個長槍兵拉回來 看對方現在有高地優勢 而且一防一點下了 這個毛兵有點坦 後面弓兵怎麼射 幾乎沒場在扣血 好 牌可的優勢越來越小 兵基本上快要送光了 這一波可能會全倒 這裡要趕快把對方的刺猴再射倒一隻 長槍兵過來 來不及打鬥 長槍兵直接倒地 好 畢竟這邊撤 長槍兵的伐木學位被插一個劍塔 不能再去伐木 黃金礦也守不住了 哎呀 VIPER這邊開局就非常失利 但好消息是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一村會死嗎 生一滴還是倒地了 直接躺在農田裡面抽 尷尬 好 那VIPER居然是要來打孟加拉的 床卡步兵 哇 跟步兵文明打步兵 這是看不起圍巾人嗎 VIPER VIPER有這個獨特的見解嗎 這邊大量的毛病直接圍住了VIPER的金礦處 但VIPER這邊已經有偷偷去挖金礦了 在右邊這個位置啊 非常大膽 這邊這個農田會被拆掉嗎 有沒有滴一下 看一下 欸 有滴掉 28滴血突然歸零喔 有滴掉這個農田 VIPER的細節還是有處理好 好 這裡一坨兵 哇 改得及幹嗎 有 蓋下去但是沒有敲太久 直接又被滴掉了 哎呀 村民直接又被殘遭這些 刺口的攻擊又要再死兩村了 VIPER已經落後五村 經濟越拉越大 已經差距十一村了 好 這邊先挨隻大象 來擋一下 頂雕一隻石頭算一隻 OK 長劍兵準備等也要出來 但長劍兵需要的是喔 非常大量肉量 那出一隻喔 大概也要六十五肉左右吧 那出量又多的話 還是要趕快一直灑農田 長劍兵稍微擋一下 但是村民還是一隻藏地 現在是選四了六村 經濟差距非常大 但長劍兵直接上高地開拋 這一坨毛病沒有空 直接送光 哎呀 這邊出現巨大的失誤 但是這邊很及時的 轉出了這些奴兵 這邊還轉出了軟甲技術喔 是我們的四季帝國的新科技喔 軟甲 軟甲補下這個裝甲步兵的遠方 所以多加一喔 由於家裡的大象 在家裡被射爆了 哇這個是怎樣 一打三 還是一打一打十 然後還幹掉三個人 看起來是喔 哇直接殺山村 這個是夜問常見兵 我要打十個 然後還收掉三個 好這邊等一下的神聖思想 來招騎士 相當好用 但圍巾這邊是打工兵 可不是步兵配工兵 這邊孟加拉 生日有三遠防三近防 所以不太容易被射死 公公的活了下來 常見兵繼續往前給壓力 跟工兵一樣 可以回頭射一下射一下 就可以把這些步兵的血量給射爆 這邊沒有點二防的關係喔 所以被箭矢射到還是很厚 那目前常見兵的防禦是遠防三 再點下一防的話是遠防四喔 那盧兵射一下只有三滴血 這邊再找一隻騎士 問題不大 直接找到 好正面感覺Viper把自己的常見兵全部送光了 好這邊雙修道院 再補一個軍營 這個高地就好是插一棟城堡 但Viper沒有挖石頭 所以現在插城堡的夢想不太肯 Viper的想法應該是想要只用強軍士淹死對手 但黑達這邊也是一個強軍士沒有開弄 到現在才補下自己的TC喔 Viper也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開TC已經差不多 不是先爆兵 再開TC的一個打法 那黑達這邊有插城堡 那不確定是撈出這個圍巾狂戰士喔 那圍巾狂戰士打劍兵系 好像也沒有太大優勢喔 所以我也不確定這邊 城堡是要拿來插Viper還是要來插家裡用 插Viper 一言難遇 南上加南 好 黑拉這邊圍巾人點一下輕騎兵 圍巾的騎兵現場是比較廢一點的 沒有三級綁也沒有平走 但還是有重裝騎士喔 所以參寶時代打騎兵路線沒什麼太大問題 有差的是這個帝王時代 這邊工兵想要直接被找走嗎 請著放心 Viper的兵肉量還是夠多喔 這邊可能要再撒更多艇 要來維持一下雙TC的肉量 這邊 場見兵上前 工兵直接後射 這邊直接找到兩隻輕騎兵還不錯 但是還是要送掉 這邊 黑拉包抄得非常漂亮 把老頭直接打到殘血 這裡還有一隻輕騎兵 要來硬砍老頭 上方的殘劍兵繼續追逐工兵 但工兵一直被後方騎士 打到殘血 甚至直接收掉了 這邊感覺被黑拉遛狗一撥啊 哎呀 黑拉這邊非常賺 分數已經拉開至700分了 難道這一半 Viper會直接被送掉嗎 這邊再招一下 直接三隻輕騎兵上來 靠掉兩隻生女 還不錯 輕騎兵繼續追那一隻輕騎兵 這裡的數量還是有大概約四 大概十隻喔 八隻而已 八隻的騎士還是蠻多的 繼續出輕騎兵喔 黑拉這邊很針對性的 就是要來收Viper的生女 在Viper的生女旁邊一直有常見兵在保守 那如果常見兵在生女旁邊的話 還就可以利用弓兵去點生女 那如果常見兵去跑去追奴兵的話 自己就可以用輕騎兵去抓生女 反正不管怎麼樣 生女就是難逃意思 這裏果然被黑拉蓋做城堡 哎呀 所以我才想說這個寶蓋會很舒服 結果是黑拉蓋 不是Viper蓋 好 這裏村民也是逃不了喔 好 這邊Viper決定要往前喔 除了少量巷弓 常見兵直接開開對方射箭場 但是這裏沒有帶工程器啦 後方騎士過來可能會被招掉 喔 招了五隻騎士 我的天Viper 好羞啊 好 那這裏沒有帶村民來 沒有工程器 這邊要直接入清到TC裡面會稍微有點困難喔 這邊可能是想要先拆外圍的建築物 然後保持自己的生女的數量喔 好這邊工兵直接上前要硬點 如生女的部分 生女停下來做著翔 到後方常見兵想要收掉剩下的單位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生女還有一點血量還是被射掉 可以啦 順利的把孟加拉的生女全部收乾了 好但是把生女收掉之後 外面這些兵還是個隱患喔 當然Viper左邊家裡這個城堡被蓋起來喔 裡面存了一些狂戰士喔 可能在等這個TC誇爆的時候 再把狂戰士派出去喔 來收拾一下這邊挖金礦的村民 然後這邊遭到騎士 直接到後方要來開始騷擾 正面相公配上常見兵 繼續給阿力 四隻生女往前 這邊應該是一樣喔 等對方騎士來再打 但是現在看到對方騎士躲在家裡 後方 後方結果是大量輕騎兵過來 直接把Viper的生女收光了 可以啦這邊一個掉虎離山之際 把騎士全部掉走 場面兵掉走 直接從後方後入室 把Viper的生女給全部解決掉 家裡果然TC一爆 狂戰士直接出來開討這些村民 那這個生女應該是再逃難解了 再解難逃 講對了吧 常見兵跟騎士帶來O1一波 生女繼續出 看到生女這麼多的情況下 輕騎兵也過來 但是住守位置 所以沒有進行發動攻擊 上方要來直接拆TC 也沒砍一刀 血量大概掉了75滴血 騎士在那邊hold後面聰明 但是正面的騎士 砍掉了一些常見兵 常見兵沒有第一時間反擊騎士的傷害 Viper這邊打錯了GG 沒想到是由黑拉拿下最終的勝利 哎呀 Viper居然輸掉這場比賽 但黑拉這邊打的也是確實不錯的 整體看起來 黑拉也沒有一直很堅持 自己的想法就是要一直強軍士 在阿茲特克那場比賽 我覺得打的也是不錯 就是有要一直狗下來 就是沒有一直想要一直暴兵 反正是Viper這邊一直暴兵 他一直防守 就是他不會一直像以前 跟對方硬碰硬 然後一直不農 那這次黑拉也是 可能是因為表演SAB 所以也會打一些自己不熟的戰術 那我覺得這一場最後一場Viper 這個孟加拉常見兵戰術 雖然就是在表演阿 這個戰術很明顯 並不是非常好用 那Viper還是為了表演賽 可能嘗試打下這個戰術 那確實打不出太多成績阿 Viper的思路可能是想用常見兵 加上勝利的後面補血的方法 去突破人家的TC阿 或是裁更多建築物的一個打法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 配一點投射阿 或是工程戰項 可能效果會再更好一點點 因為如果只有 純靠這些常見兵跟勝利的話 確實是不太好打的 因為對方工兵過啦 你沒有投資車禍奴炮 對方還是很輕易的 可以把你的勝利給收掉的 那Viper剛剛沒有這樣打贏 我也不太確定阿 正常來說的話 他要錢要的話 你通常會帶一隻村民 錢先蓋工程器製造所才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一次的 五連發阿 那也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還按個喜歡 一次波舞無場 喉嚨真的是有點壞掉 那還請大家多多支持這一類的影片 今天一次波舞場 我其實也是蠻累的 但是因為Viper跟K了 難得我打表演賽 我還是決定把這舞場給錄下來 讓大家觀賞一下 兩位頂尖高手的一個較量 跟一些戰術上的強勢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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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